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元前517年的一天 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突然传来 鲁国国君鲁昭公逃走了 孔子在震惊中赶往国都 事情的起因是鲁国权贵季平子 与大臣后昭伯的一场游戏 二人在斗机时相互舞弊引发矛盾 后昭伯向国君告状 鲁昭公想借此削弱季平子的势力派兵攻打 季平子联合鲁国另外两大贵族 孟孙氏、淑孙氏反攻 鲁昭公战败被迫逃往齐国避难 季平子宣布鲁国大权由自己接管 所有人都保持着沉默 是可言输不可言 面对这场游戏犯上的军事政变 孔子无比惊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的愤怒没有带来任何改变 亲眼目睹鲁国国土上的礼崩乐坏 孔子的内心如受千军重垂 他一直坚定地信奉和传播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念 国君要有国君的样子 臣子要有臣子的本分 而鲁国刚刚发生的一切 分明就是君不君、臣不臣 理在何处、人又在何处 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 孔子追随鲁昭公到了齐国 在齐国 孔子和他的思想并未受到重视 几年后他重新回到鲁国 公元前510年 那个曾经赠送马车随从 成全孔子去见老子的鲁昭公 死在流亡的路上 这一年孔子四十二岁 孔子四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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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 孔子四十一岁